2023年越南经济增长前景 越南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鼓舞人心的故事 越南经济一直在快速增长 并超过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评估 2022年的增长率为8.02% 这是自1997年以来的最快增长率 这一强劲表现归功于该国成功应对了新冠肺炎疫情 并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 使其成为亚洲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 它的经济快速增长有几个因素 首先越南自1986年实施对莫格新 以创建社会主义导向的市场经济以来 一直认真对待自由化改革 改革鼓励私有制 特别是在工业部门 并导致承认农业中的私人土地权 这些改革对该国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0倍以上 从1986年的不到300美元增至2021的3409.02美元 对Moy政策的成功使越南成为经济自由化 如何推动经济增长和提高公民生活水平的典范 越南一直在不断努力放松管制 并进行必要的改革 以支持其经济增长 2000年至2022年间 国内生产总值持续增长约7% 在疫情期间增长率约为3% 该国表现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的韧性和能力 越南共产党第13次全国代表大会观察到 现代化和工业化的一些目标尚未完全实现 这突出表明政策制定者正在努力推动经济进一步发展 这些努力表明了政府对实现目标和保持强劲经济增长的承诺 其次 在提高工业和农业生产的同时促进出口的努力取得了良好效果 2022年 工业和建筑业增长7.78% 服务业增长9.99% 农业增长3.36% 出口增长10.6% 3718.5亿美元 零售额增长19.8% 制造业和服务业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证明了这些努力的成功 这些关键行业的强劲业绩指标反映了越南经济持续向好的发展轨迹 第三 保持低通胀也是越南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 2022年 通货膨胀率在4%左右 政府和相关机构对此进行了很好的管理 政府采取了灵活的措施 如控制市场流动性 将财政政策与基本和战略商品的免税或减税相结合 以控制通货膨胀 第四 吸引足够的外国直接投资 也是越南经济强劲增长的一个因素 外国投资监管框架的变化 如简化行政程序和应用数字公共服务 为外国投资者创造了一个更高效 更具吸引力的环境 该国的政治稳定和有利的商业环境也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根据规划部的数据 截至2022年12月 越南共吸引了277.2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 另有224个项目 2022年外国直接投资的最大来源国是新加坡 韩国和日本 第五 越南强调数字化以方便经商是一项重要举措 对该国的经济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 越共13大决定到2025年 数字经济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左右 越南政府宣布了2025到2030年国家数字化转型计划 并选择了8个数字创新优先领域 包括医疗保健 教育 金融 能源 物流 工业制造和农业 自2022年7月以来 25项基本公共服务 包括公民身份证 身份证的重新发放 永久或临时居留登记 护照的首次货重新发放等 都实现了数字化 表明了政府继续推动数字化转型的坚定意愿 越南工商会就越南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 越南的工业公司 认识到数字化的重要性 其中一些公司已经在利用技术改善内部管理 物流 生产 营销和金融交易 第六 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19.8% 反映出国内消费的增加 以及国内人口收入的增加 国内消费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2022年11月 国民议会将2023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标定为6.5% 并制定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指导方针 根据其决议将优先密切监测市场发展 及时识别风险 以推出可行的解决方案 包括金融和货币政策 以稳定宏观经济 控制通货膨胀 支持经济复苏 它只是政府加快关键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进度 包括已批准的城市铁路项目 公路和环城公路项目 同时消除太平二号 人山二号 渡海二号和封一号等大型电力项目投产的障碍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大国竞争 以及对中国的负面情绪的一个偶然方面是 许多来自中国的制造单位 正在转移到越南 一些制造业公司已经迁出中国或有意迁出 甚至在疫情之前 许多来自中国的公司就已经搬离了 由于地理位置接近和有利的商业环境 越南已成为最受欢迎的移民国家 越南已成为全球纺织品 鞋类和电子制造业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 廉价而年轻的劳动力也吸引了越南的制造业 鉴于上述情况 2023年的经济增长前景光明 尽管南中国海 东海的大国竞争和俄乌冲突带来了全球不确定性 但国民议会确定的目标很可能实现 三个专家组表示 越南2023年的经济增长率将达到6.5或更高 总部位于新加坡的联合海外银行UBO将其对越南2023年GDP增长的预测保持在6.6%不变 与官方预测的6.5%一致 东盟加三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 EMRO将越南2023的GDP增长预测上调至6.8% 渣打银行表示 越南经济将在2023年以7.2%的速度增长 越南国家银行表示将灵活实施货币政策 在2023年将通胀率保持在4.5% 旨在稳定货币和外汇市场 如果通货膨胀率保持在5%左右 那么经济增长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然而 与所有其他国家一样 全球经济衰退可能会给越南的经济增长带来严重问题 需要进一步推动这四个驱动因素 更高的投资关键技术的可用性 足够的熟练劳动力 基础设施和改善与市场的联通性 通货膨胀必须得到控制 出口必须多样化 从长远来看 越南必须确保年轻技术劳动力的可用性 这就需要适当的人口增长政策 此外 随着系统变得更加数字化 对网络安全的威胁需要更多的关注 来自外部来源的影响行动有可能造成巨大的伤害 这需要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 政府需要注意通过公布其版本来反驳这种说法